立法院执权行使法序省藐视国会与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二读 立法院会21日处理立法院执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经二读表决 规范不得反执询 而被执询人应有不得拒绝答复与拒绝提供资料等或有其他藐视国会行为的义务 为者处心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还 另外在行使人士同意权及调查权这两部分 经举手表决后 皆因蓝白侠人数优势 通过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共提的再修正动议 图集立院续审国会执权修法群众场外集结抗议入业不协 继17日严重冲突后 立法院21日继续审查国会执权行使法修正草案 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集结 以行动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 午后参与人潮持续增加 尽管遭遇与事已未散去 晚间人潮以外意至中山南路 参与者高举没有讨论没有民主与权案保留等于没审等标语表达不满 封面影响至24日中部已被22日留意好与大雨 气象数21日表示 24日之前仍受封面影响 经降雨明显 中部已被与东北部留意局部大雨或好雨 28日起陆续有一波波封面在台湾附近生成 加上西南季风 降雨情况可能会较这周更剧烈 另外 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总监贾欣欣 21日也在脸书表示 预计24日晚间有8与9成的几率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机会生成热带低压 并有约6成几率在27日成台 有机会成为今年第一号台湾爱维尼 北北淘U-Bike违规纪点新至7月上路最重停全两年 U-Bike违规纪点新至7月1日上路 若有闯红灯与车道上逆向与卫里让行人与边骑车边用手机与经警方或其他主管机关举发的违规等 为单每次计1点 会员账号一年内累计3点停全14天与累计7点停全一年 而若经警方单位举发酒驾与独驾等停全两年 台中捷运持刀商人暗设案男一杀人未遂罪侦办 一名家住南部男子21日上午在中捷律线列车上持刀攻击乘客 共造成三人受伤 警方或报道场将已被制服在地男子借护送医 后续将依杀人未遂罪嫌方向侦办 有乘客反应 事发当时按列车紧急按钮却没反应 到站后乘客立刻逃出车厢 对此台中捷运表示 只要有人按下紧急对讲机 行控中心接获讯息马上可以透过监视画面 看到车厢内状况 行控中心在上午11时14与15分接获通知 当时有呼叫乘客 但乘客没有回答 中央社采访挖授组联合国要求记者提供中国护照 世界卫生大会27日登场 中央社巴黎特派曾停宣及布鲁塞尔特派田席如继去年申请通过 却在大门因中国施压而被撤销采访许可后 今年再度尝试扣关 但在申请阶段就提前因中国因素遭阻拦 记者回复联合国审核单位 强调台湾护照比中国护照更受世界认可 拒绝记者参与会议 使得沃追求全民扶植的宗旨显得矛盾 台湾记者协会认为此举以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言论与新闻自由等普世价值 中国预设南海浮动核电厂分析说 挑战申锁国主权 中国计划在南海部署约20座浮动核电厂 此举被视为对周边申锁国主权的直接挑战 并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这些核电厂将支持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 包括电子战和侦察等对区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专家建议透过东协等多边论坛解决相关关切 并警告这种部署将不可避免地支持中国的军事扩张 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和军事设施建设需求大量电力 而漂浮核电厂提供了一种快速便捷的解决方案 新加坡航空班机遇乱流一死30伤 乘客说 人撞天花板与尖叫四起 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从英国伦敦起飞的班机 21日遭遇严重乱流 紧急迫降泰国曼谷机场 至少导致一死与30伤 惊魂未定的乘客回忆说 事发时有多人撞到天花板 尖叫声四起 新加坡航空被视为世界顶级航空公司之一 近年来没有重大事故 2000年 新加坡航空曾因台风天后不佳 在桃园国际机场发生空难 导致83人死亡 埃和城与英机四史加雷乔韩森OpenAI战时停用 OpenAI于2024年5月20日宣布 因应ChatGPT内建与Inspire 与好莱坞女星史加雷乔韩森极为相似 决定暂时停用该语音 该公司强调 Spy的声音基于一名专业女演员的说话声 非刻意模仿史加雷 此举引发广泛讨论 尤其在OpenAI推出更高效AI技术模式GPT4O时 该语音的相似度引人注目 史加雷乔韩森透露 曾于2023年9月拒绝为ChatGPT4O配音 并表示近期发现Spy语音与她相似 她的律师团已要求OpenAI解释语音系统研发细节 彰化女中一队不解散校方出手著传承53年历史 国立彰化女中一队原本因人数不足面临解散 经校方介入后决定不解散 将训练纳入自主学习 并列入学生学习历程档案 校方也安排一队在校庆演出 已延续其五三年的传统 此前 一队因心血减少与高一社员无意愿留任 计划透过静态回顾展宣布解散 但校友反应强烈 希望保留一队 校方随后与一队干部讨论 决定将训练内容扩展 并于2024年9月开始招生 期望一队能够蜕变与重生 开箱老照片522反性骚扰大游行 上未有性骚扰防治法的年代 校园及职场性骚与性侵事件评传 未有专责法律处理 导致加害者未被究责与对受害者保护不足的情况 1994年3月16日晚上 师大一名遭教授性侵的女学生 为提醒其他女生不要受害 在校园内进行喷漆 事后遭媒体披露 5月22日522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 为台湾女性团体首度连线上街反性骚 抗议教育部为正式校园性骚问题 并诉求尽快通过两性平等法 Podcast全球封TikTok美国际禁令 与台湾是否跟进 2016年来自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 ByteDance 与中国首度推出抖音 2017更进一步推出国际版TikTok迅速风靡全球 然而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政府的关联 开始被大家关切 TikTok的演算法也引起许多争议 美国日前寄出禁令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 否则也要全面下架 但TikTok却是连拜登的竞选团队都不得不使用的平台 国安隐私与自由究竟要如何平衡 本集节目邀请专栏作家黄哲兵分享他对TikTok的观察以及分析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